並且激發自己的創意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的學習 讓他知道說他其實 更應該走出一個自己不一樣的路 從他的故事當中 我知道我也應該去走尋一個 屬於我自己的路 我不是跟大家一樣去考驗研究所 或者是去做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然後讓自己的人生活很惡惡的過去 就這樣透過他 我認識了街幫啟蒙計畫 我碰到了Ryan 我在街幫啟蒙計畫活動上 我聽著Ryan訴說著他高中很會畫漫畫 他畫漫畫 他曾經想過他可不可以成為 緊張雄艷那樣的漫畫家 但是他不能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要考試 在台灣的教育紀錄下 他必須被迫他放棄他的天分 或是他很熱情的事情 他必須要去完成他該做事 那就是考試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我會想著他的故事 因為我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我很會打籃球 我對籃球這件事情 我很有天分 我可以在操場上好好跳跳 然後一個下午 就是破地整天完全不會累 但是我必須背後放棄 因為我家人覺得我成績不錯 我就應該好好的訓練書 去準備未來的考試 或是透過列書升學的方式 讓我自己的人生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就這樣 到了現在我大學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麼 很高興 我就在想著 如果我當初可以 碰到一位專家 或是一位老師跟我說 或是跟我家人說 我當初可以 好好打籃球 或許有一個很棒的出路 或許可以跟籃球 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或許我就可以有不一樣的人生 現在看我的故事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我是一個非常 在接觸《街坊啟蒙計畫》以前 我是非常內向害羞 不善於表達的人 然後不是很有自信的女生 然後我從小就開始戀情 可是我其實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戀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花這麼多時間在上面 然後後來到了我大學四年級 接觸《街坊啟蒙計畫》以前 我還是覺得 其實如果一天過一天 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然後如果這樣子過下去 那未來會是怎麼樣 其實我也不是太在意 《街坊啟蒙計畫》都改變了我跟廷威 那我們下一代大家認識 《街坊啟蒙計畫》到底是什麼呢 《街坊啟蒙計畫》是 宗旨就是發現美好的天賦與熱情 並有社會所用 《街坊啟蒙計畫》是一個非營利志工計畫 一個匯集社會善意 轉化成高中學生自我瞭解價值的平台 我們的義工成員來自各行各業 沒有不同的專長及一份對於台灣教育的熱誠 《街坊啟蒙計畫》的四大精神是 開放學習 創意激發問題解決跟夢想追尋 目的是為了要造成改變 讓台灣的高中生能夠為了去解決一個問題 去激發自己的創意 並且去開放學習在這過程中不斷的循環 並且同時擁有追尋夢想的能力 讓台灣的學生可以走出戶外 停止在拼音上吃雞排發背文 然後可以去擁有一個更棒的人生 接下來我講的是不同點 討厭很多不一樣的教育單位或教育組織 為什麼你要成立街坊啟蒙計畫來做這樣的事情呢 我想說就是通財教育跟高社會連結度 通財教育的意思就是 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己的天賦跟熱情 一起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價值 讓社會變得更好 至於高社會連結度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專家的分享 讓學生提前了解這個行業或是這個科系 未來應該面臨的挑戰或是出路 我們也可以讓有天分的學生 透過專家的幫忙 可以進一步的做一個媒合的工作 讓學生可以在索身雪蛙 還有另一個管道 可以提早提前發揮他自己的專長 以免浪費社會的教育資源 謝謝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我們街坊啟蒙 到底為高中生規劃哪些活動 首先是我們的NO活動 然後再來是HIPI請進校園 RB職業生涯探索 最後一個是我們專門為樂 我們的志工所規劃的啟蒙樂會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NO活動 首先我們NO活動會請學生分組 然後解決一個開放一些問題 會是如果一個月內要在22K 在不打工不違法不騷擾女生的情況下 然後你要解決問題又要創造自我的價值 那學生應該要怎麼做呢 然後這時候我們學生就會開始發想創意激發 然後這過程我們會請專家在旁協助 然後最後呢我們會請學生做商業簡報 然後在一年的過程中 學生給我們的反應是78%的同學 會希望把街幫請蒙樂活動推薦給其他朋友知道 87%的同學會想要再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86%的同學覺得這個活動 對於未來的人生規劃是有幫助的 94%的同學會希望今天的課程可以變成學校外的課程 那我們從這些數據就知道 我們台灣現在都是天涯式教育 被動的接受老師給我們的訊息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學生想要的嗎? 那我們可以去想一想 再來就是我們的Hi-Fi前進校園 我們Hi-Fi前進校園有點像是No活動的進階版 然後這個呢我們會讓學生做更進一步的自我探索 像我們有規劃一個DISC的人格分析 那透過這個活動學生就會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領域 可能是活潑開朗 也許他具有領導課職又或者是成熟穩重 然後像這個活動上完就有學生跟我們反映以後 原來他之所以交不到朋友 是因為他找不到自己適合的族群 上完這個課以後學生就會發現他在學校也可以過得很開心 交到很多朋友 然後再來是我們攝影師中方 這個課程呢學生就可以認識更多美 什麼是美然後也可以教大家怎麼說故事 怎麼聆聽別人講話 有學生回來跟我們反映說上完這個課程以後呢 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不善於表達 不是這麼會講故事 不是這麼會聽別人講話 原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上完這個課程 然後如果上完這個課程呢 大部分都很會說故事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職業啊 預居上來探索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會請 邀請專家設定一連串的任務 然後請學生做 請學生探索不同職業 也許你想要成為設計師 你想要成為畫家 那應該具備哪些名譽 哪些專長呢 然後我們就會請這些專家來幫我們設計 再來最後就是我們的啟蒙樂會 然後我們啟蒙樂會是我們活動主規劃 然後這是我 然後這是我的老師 然後我們規劃這些活動 然後邀請各個志工來這個場合 然後互相分享他們對於教育的理念 我們介方啟蒙計畫呢 已經有500位志工 5位核心的夥伴 以及8位實機夥伴 然後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已經規劃了4場樂會了 然後我們12月28號 有一場啟蒙大型樂會 那就歡迎台下的觀眾 一起跟我們參加囉 聽完以上的種種 加上我們這個樣的故事 我想在場的各位肯定很好奇 經過街坊啟蒙計畫的訓練 或是我們在街坊啟蒙計畫的學習 我們到底有些什麼轉變 關於我呢 就是透過專家的分享 我可以知道 提前為我就業這塊領域找出爐 或者是想辦法 讓我知道說 未來現在的職業現況是什麼樣子 讓我提前有個準備 讓我可以有更充滿的準備之後 去迎接未來的挑戰 對下呢 我可以把我當初很迷惘的過程 分享給高生 讓高生知道 其實現在的大學生 有自己這樣的經驗 或者是可以讓高生提前了解 知道說 現在的東西是什麼樣子 然後不要讓它有更樣子 或是它可以走一個不一樣的路 更重要的是 有這種啟蒙計畫 我才有可能站在這邊 跟大家做簡報 我才有一個 讓它進起來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簡報給大家聽 對 對 那換我了 就是 街棒啟蒙對於我的改變 像我之前跟前面跟大家提的 就是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練琴 我很盲目 可是當我接觸街棒啟蒙計畫 之後 透過跟專家的交流 我發現我就是喜歡音樂的女孩 然後在明年四月份呢 我有規劃一個大型的啟蒙音樂會 然後因為這樣的活動 讓我知道我是非常熱愛音樂 然後同時我也富有創意 然後跟熱情的女孩 這是街棒啟蒙給我的改變 然後我相信未來的我們 台灣的教育是會非常美好的 是不是啊 是啊 謝謝 下一個 還沒什麼 我們需要的幫助是 由於街棒啟蒙計畫 是一個在生長中的組織 我們也計畫明年要到全台灣各地去舉辦活動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認識全國的高中老師 校長或者是教長或是會長 請麻煩各位介紹給我們認識 讓我們可以到學校裡面去為學生做進一步的服務 並且創造學校跟學生之間一個雙贏的局面 如果各位有認識對各縣市當中 對於教育有興趣的專家 也請各位可以介紹給我們認識 讓我們可以讓專家最棒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最後期的學生知道 並且帶給學生除了生活科業以外 還有更棒的生活 讓他知道說 這世界其實不是只有科業而已 他還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可以有很大的轉變 他未來不是只有現在看到這樣子而已 更重要的是 在場對於教育一直有興趣的各位 歡迎各位到我們的粉絲頁 看看我們現在究竟在做的些什麼 或者是到我們的官邦網站 看看我們以前做過的些什麼 最後 歡迎你們一起來為台灣寄一份心力喔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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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